组织单位维护,请点选系统维护,接着请点选组织单位维护,若要新增单位,请点选新增。 输入单位资料后,请按下存档按键完成新增作业。 请记得至发文作业下的发文代字维护,新增该单位的发文代字。 若要修改单位资料,请先查询出该单位。 点选功能键,点选修改,修改欲变更的栏位。 变更完成后,请按下存档按键及完成修改作业。 如果已经没有该单位,请点选功能键,点选听用,便可以将该单位修改为听用。 若要删除单位资料,请点选功能键,点选删除。 完成删除作业。